放掉一个男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除了心欢和时间 还有两个方法 耐心听完对你绝对有用 第一 你是不是夜不能寐 想他想的睡不着 总是忍不住想联系他呢 那我给你个建议 就按照你的心去做吧 不要克制自己 想他了就给他打电话 无聊了就给他发信心 使劲地打扰他 纠缠他 挽回他 把想说的不想说的 敢说的不敢说的 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告诉他 想哭就哭 想闹就闹 不撞南墙 心不死 去看看你拉下脸皮 联系他时 他厌恶你的表情 和绝情的样子 很多人不耗尽 最后一丝爱一样 是舍不得放手的 装满热水的杯子 拿得起来 那是因为他不够烫 如果这个做不到 那不妨试试第二个方法 就让他静静地 躺在你的朋友列表里 想他时就去看看 然后继续前行 不要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的 暂时把爱不爱的 放到一边 把精力 放在搞事业 搞钱 自我投资上 当女人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有花不完的钱时 你会发现 他只是你人生中的过客 再回头看他 原来那么普通 当时爱得死去活来的人 也不过如此 不是他真的有那么难忘 只是当时你的喜欢 给他加持了光环 你真正忘不掉的 是那是义无反顾爱他的自己 和傻傻付出真心的不甘 过去已成定局 未来 依旧 快走 拥抱 每一种生活 都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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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